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日在廣州的三元里 發生了大量針對非裔人士的不愉快事件 其中一宗罵得相當大 使得非洲多國的外交部都提出了抗議 這宗事件發生在4月10號 事源有三名尼日利亞人 早就通過了檢測 證實是沒有遭受感染 但是中國當局 仍然以防控工作為名 將這三名人士 從他們合法租住的酒店公寓帶走 帶到另一宿進行隔離 然後又將這三個人的護照都沒收了 豈不是等同遠感 尼日利亞駐廣州總領事 聽到這宗消息以後 馬上就趕到現場 為他那三名國民解圍 那一名總領事就對著那些衛生人員 就說拿回那些護照出來 然後豪不客氣地從人家的手中 搶回那三本護照 就發還給他那三名國民 而CNN就著非洲人士在廣州 都受到的遭遇 就作出了跟進的報導 除了我剛才提出的那宗消息以外 還有大批非裔人士在廣州遭受驅趕 有些在尼日利亞重傷的人 當他返回中國以後 已經按照當局的要求 在酒店進行了兩個星期的隔離 而且通過了測試證實是沒有受感染 但是廣州的酒店仍然拒絕被這班人入住 使得他們被迫留下街頭兩晚 更加因為下大雨都沒有地方遮蔭 搞到自己全身濕透 這班人曾經想去派出所 舉報酒店的做法 但是當地警察竟然拒絕跟他們溝通 另外一些非裔人士就說 他們曾經向房東交了月租 以及兩個月按金 但是房東突然之間 要求他們在即晚 要交回這間屋 否則就會節水節電 而且沒有給予任何合理理由 雖然他們去了報警 但是房東 竟然跟另一名警察到場 要求他們離開這間屋 而且他們再接觸其他地產代理的時候 居然沒有一個廣州人肯租給非裔人士 這些事件越鬧越大 好像滾雪球一樣 最後驚動到尼日利亞的下議院議長 在4月11日 他召見了中國駐尼日利亞大使 周平劍 就駐尼日利亞的國民 在廣州被沒收護照一事 質問他 要求他向北京通報 並且了解情況 他表示 不能再容忍有這些事情發生 要求這位大使 在明天再回覆 通報結果 好像勒令他做事 除了尼日利亞以外 原來連加納的外交部長 都已經發表了聲明 召見了中國駐加納的大使 就着非裔人士在中國遭遇提出抗議 至於肯瓦人又怎樣 原來有大批肯瓦人 上到Twitter那說 指責中國 將自己製造出來的問題 周圍射窄 而且要求中國 必須解釋 為何會這樣對待非裔人士 中國當局 沒有很積極地解決這個問題 使事情進一步醞釀和發酵 去到昨晚 多個非洲國家駐中國的大使 聯署去信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不滿非洲國家公民 在中國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要求中國立即停止對非洲國家的公民 強加檢測隔離和非人道的待遇 非洲聯盟又向中國提出關注 召見了中國駐非洲聯盟的市團團長 表達嚴重的關切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對此撰寫了長篇幅的文章回應 他對著美國就好像戰狼上身一樣 說得出就說 但他對著這些友好的非洲國家 就變成了一隻暗春 到底他說了什麼 他說 中非是好朋友好伙伴 雙方的友誼 是在過去幾十年以來 在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 致力於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進程當中結落 當全球出現了大流行情況以後 中非雙方再次團結一致共克時間 針對當前一些非洲朋友的關切 廣東方面高度重視 迅速進行梳理排查 加緊改進完善工作的方式 例如按照無差別對待的原則落實各項的健康管理服務 適當減免經濟困難人員的住宿費用等等 外交部將會繼續和廣東方面切對接 積極回應非洲方面的合理關切和正當訴求 竟然向非洲跪低 當然 因為這班人 長期以來就是國際組織對中國 大力支持 陳馮富珍和譚德塞可以做到世衛總幹事 就是多得非洲的友好國家 現在趙立堅就不戰狼上身 對著他們 講到自己好像有求必應 之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當時你外交部說不怕 你外交部要求廣東方面關注 廣東省的官員 廣州市的官員 絕對就不會容許 這個疫情在他管轄範圍裏面出現再爆發的情況 一定就是會重嚴的 怎會還重寬呢 萬一有什麼差池 隨時就烏紗不保 到其時你外交部的發言人 難道就會幫人揹飛嗎 絕對就不會 是會拍下屁股走了 所以我相信這些情況 在一段時間之內都不會得到解決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就著這些事件 就有回應 他就說 在中國居住和工作的非洲人 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當大家需要守望相助之際 中國的官員就忙著 將非洲的學生說到街頭之上 沒有食物又無處淒身 令人想到中國和非洲的關係 只不過是虛有其表 當然當然只有這樣 中國和非洲 長期以來 沒有這個文化的連繫 只不過是在新中國建立以後 由於他在國際舞台上 得不到西方文明世界國家的認同 於是他就要轉移向阿非拉的國家 賣手 他就要發展中非友誼 中非友誼從何來都建立的 就不能建立於浮沙之上 就是建立於金錢和利益之上 說來說去 就是搞大撒幣的外交 就算由老毛的時候 都已經是這樣的 向當地派遣工程師 派遣民工 幫他蓋鐵路 蓋這件那件 基建設施 就是這樣得回 現在你對於人家的國民 有這些不公平的對待 人家當然會發聲 到底這些非洲國家 他們這次出來聯合發聲 到底是純粹為了 捍衛他們的國民 在中國不會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或是想借商成毒 掠你一筆 就叫你 在當地加大多些建設 繼續進一步搞大撒幣的外交 這個就不得而知 但是就算是後者 你中國也要被迫滿足人家的需求 只是看見 趙立堅 對著美國和對著非洲的兩副模樣 就知道你沒得選 因為你在國際上那些 親密的戰友 主要就是集中在 阿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當中 那些人家集體發工 集體來到去繳起你 你還不要被迫來就範 你基本上沒得選 因為你中國長期以來 怎樣滲透國際組織 主要就是靠這班人 若然中國失去這班人支持 在國際舞台上 就會變得孤立無援 接著就談談本地的情況 林鄭又再抽取冠結水 她昨天發表了一條貼文 她說 雖然是復活節的星期日 但她跟相關司局長 整個下午都開會 檢視一下 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的具體安排 他們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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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Sam在疫情當中為港人注入正能量 他們今天開會 因為屬於履行政府的功能 所以在禁止群組聚集 即是多過四人聚集的規範下 獲得豁免 但他們亦亦有採取多項的預防措施 包括保持人和人之間的距離 以及大家全程都佩戴口罩 那個問題就在於什麼 首先你又狂抽取冠結水 根本上別人都想跟你劃清界線 阿蛋又出了聲 演唱會的總監蕭潮信又出了聲 根本上跟你政府是沒有接觸的 你繼續去騎劫許冠傑 根本上又很不堪 你就搞到有些網民 將憤怒的焦點由你林鄭本人擴展到許冠傑身上 這個就是無妄之災 第二樣就是 你林鄭居然自爆吞扑 明明開會就看許冠傑網上演唱會 都算數了 你們行政效率有多低人都知道 但是你自己立了一個 禁止多過四人聚集的規例 為什麼你這幫人 可以集體看演唱會 市民是不行的 若然市民有超過四個人 比如說在樓下的公園一起看 看這個許冠傑的演唱會 就會遭受到這幫警察的票控 委會罰二千 是不是 你在看這個許冠傑演唱會 如何是屬於履行政府的功能 你開會就開會 是不是 你其身不正 經常說自己搞法治 這是什麼法治 是不是 你的法治就是多重標準 你的法治就是選擇性執法 為什麼鄧炳強不去政府總部票控 你這幫人 你是不是多過四人聚集 你開會就開會 看演唱會就看演唱會 有沒有可能開開會就一起看演唱會 然後利用這個灰色地帶 是不是 就說自己在那裡亡女偷閒 神經病的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這樣都可以 你就不要批評陳淑莊 是不是 陳淑莊在酒吧那裡 和超過四個人開會 那個酒吧落了半集 你又在那裡遮掩 又說這樣那樣 你現在林鄭是不是一模一樣 你林鄭是不是有口還沒口還自己 有什麼標準 不如票控吧 要不要找重案組調查一下 所以是多餘的 經常講法治 根本上這班人 就最漠視法治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